最近 義大利全景雜誌發表文章報導 中共活摘 遭到中共駐義大利使館的干預 中共此舉也引發美國 澳大利亞 義大利 等多個機構的抗議和不滿 評論指出中共駐義大利大使館營火燒身 犯下一個錯誤 義大利全景雜誌8月24號發表文章 中國當國家想要你的器官時 報導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 並譴責中共以工業化規模 野蠻地進行活摘器官 隨後 中共駐義大利大使館在推特和官方網站發表聲明 聲稱強烈不滿 要求全景雜誌消除這篇報導所帶來的影響 並且詆諱位於華府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 全景的報導參考了該基金會的報告 8月27日 全景雜誌又發表一篇文章作為回應 題為中國違反了器官移植的醫學倫理原則 文章說 儘管中共駐義大利大使館攻擊我們對器官移植的調查 但我們報導的事實得到了權威醫學雜誌的證實 記住 中共24小時都在散布有關監獄裡 維吾爾人、法輪功學員、數千政治犯的謊言 並從一開始就隱瞞疫情的真實情況 中共從活著的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用於移植牟利的罪行 2006年由政任在國際上曝光以後就備受關注 多個國際組織和個人進行了獨立調查 包括資深國會議員、人權律師、調查記者、職業醫生等等 多年來提供了大量證據和專業調查報告 但中共一直避免直接回應活摘指控 長期追查活摘的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言人汪志源指出 這次中共駐意大利大使館可以說犯了錯誤 受詆毀的共產主義受害者 紀念基金會的媒體發言人米哈爾哈馬塔 9月13日對記者表示 他們的研究確實發現 中國醫生為了器官移植而摘取心臟 令囚犯死亡 中共駐意大利大使館的誣告和故意混淆視聽不是第一次 美國資深聯邦眾議員史密斯 9月20日在華府的人權活動上也就此事向記者表示 這是中共在恐嚇媒體 請停止對媒體工作者的騷擾 他還呼籲更多的主流媒體調查和報導活摘器官 9月22日 總部位於澳大利亞的 終止中國濫用器官移植國際聯盟的法律官員 國際刑事律師埃利諾斯蒂芬森也就此事向記者表示 中共大使館的回應是辱罵性的 不確定和誤導性的 他表示 中共使館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來反駁之前獨立人民法庭 在倫敦對中共強摘器官一案 作出終審判決 當時的終審判決是 中共一直殘害無辜 強摘活體器官 惡行至今依然猖獗 都提供不來任何的有利的反面的證據 旅美時事評論員惠胡宇認為 這次中共駐意大利使館 粗暴干涉當地媒體報導 還顯示出中共內外交困的大背景 中共在國內極端清零 引發經濟危機 在國際上又受到民主國家的抵制 這都使中共對活摘指控格外敏感 不過 經過中共病毒疫情以後 各國都已經看清了中共政權如何用謊言掩蓋真相 就像《全景雜誌》所說 24小時都在散佈謊言